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王享有的法国领土更多 从名义上来讲 英王他也是法王属下的诸侯 另外这位爱德华三世 他是卡佩王朝最后一代君主的外甥 当卡佩王朝绝世之后 按理来自爱德华三世比现任的法王 斐利六世更应该继承法国王位 所以英法就应该合并了 于是当斐利六世要求收回加斯科列公爵领地的时候 爱德华三世终于发飙了 他要求的不再是简单的阿斯科列公爵领地 他要求的是整个法兰西 因为我更有资格来做法国的国王 那么这样法王怎么可能同意呢 是吧 双方开打 那么在战争的前两年 其实双方都比较谨慎 尤其是英国 因为英国面对的是人口面积都比较大的法国 当时英格兰的人口 不包括那个爱尔兰跟苏格兰 光光英格兰的人口 大概四百万 而法国法兰西的人口 一千五百万 但是呢 爱德华三世的军队装备更好 战术组织更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英伦三岛他一直不平静 他一直有内战 而且爱德华一世是三世的爷爷 长腿爱德华就一直在跟威尔士跟苏格兰在战争 所以英军虽然少 但他们的这个作战的能力是特别强了 而且英王他比法王更加早的采用了雇佣兵制度 而不是用那些不人打仗的那些骑士 因为法王所用的那些军队 基本上就是由封建关系确认的那些封建骑士 那么他们打仗的时候穿的都是重甲 板甲戴着厚重的头盔 然后是全身都有披甲 那么连马披都有甲 所以这一身装备都是很王贵的 而且非常的笨重 出去打仗都要带个仆人 为什么他脱不下来 你要想在夏天去穿这一身厚厚的甲去打仗 那得多热 所以这个重装骑兵一直是法军的主力 他们主要是通过中世纪的古老战法 骑兵排成烈 然后冲对方的阵地 像坦克一样开过去 但是英国这个时候已经不采用这种战术了 而爱德华三世天才般的装备了 他爷爷当时打威尔斯留下了一个遗产 威尔斯人很厉害 制造了特别长的长工 叫威尔斯长工 而威尔斯长工手是当时的狙击手 因为这个长工射得比当时任何一种武器都远 好 在战场上射得远 一类的什么 战略武器啊 别人打不到你 你可以射到别人啊 所以那帮穿重甲的重骑兵 可以被他们当靶子射 看起来好像一个剑射不中他们 但是鉴于过去 马匹跟人都会有空当被射中 所以这样的话呢 重骑兵在威尔斯长工手面前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而后面的战争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法军呢 其实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卤兵的重要性 他们虽然装备了卤兵 但不是法国本土的卤兵 法国本地的贵族啊 这些诸侯们提供的就是重装骑兵和步兵 步兵主要是农民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战斗能力 法军主要是他们的什么 重装骑兵 而英军是什么 刚刚说了 威尔斯长工手 所以马上英王亲征 法兰西 威尔斯长工手 威震天下 这一仗把法国人打趴下去了 靠的就是威尔斯长工手 好 那么法军按理来说 队伍中也有这个卤兽 他们卤兽是勒兰亚人 勒兰亚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国家 是吧 勒兰亚人那些卤兽呢 他们是拿钱去打仗的 而且开价都很高 他们在当时 比威尔斯长工手有名 欧陆的人只知道勒兰亚掳手 不知道威尔斯长工手 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是内战中知道有这个长工 他们没使出来 这个是叫战略武器 而英王 埃德华三世 1346年去清真法兰西的时候 带来这支军队 此后世人才知道 哇 英军中有这么厉害的军队 就这个问题 但是其他的国家是仿制不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 这个工非常长 是威尔斯人的一个特产 第二是 这个长工手训练时间特别长 训练一个长工手也许要三四年 其他国家哪有这么长的时间去训练 所以都用雇云兵 所以这个威尔斯长工手 在百年战争之中是什么 战略部队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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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那个战争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把这个大概的 经过讲一下 这个威尔斯长工 长六英尺 两米 过两米了 它的穿透力和射程远远超过路 如果距离近的话 它可以射穿炼价 而当时 重骑兵主要是炼价 到中世纪晚期才有什么 才有百年战 那么一个优秀的长工手 他抵得上最佳的卤兵 两次发剑的数量 因为他一分钟可以射十到十二指尖 而卤呢 只能射六指尖 为什么 因为卤上剑特别困 弓 拉弓比较快 但是剑呢 是 那个卤呢 是用脚要上 上这个弓弦的 所以这个卤的速度要比弓慢 因为当时用一般的弓射的是没有卤远的 但是长工是比卤要厉害的 所以那帮那个长工手 他们臂力都是过人的 能开两米的大工 那是要专门训练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爱德华 他的这个策略就对了 他虽然兵少 但是他的兵都比较精 他对那些封建的士兵不感兴趣 那么他不需要这个重装骑兵 重装骑兵不好带 还要花钱 通常他依靠顾佣军 顾佣军 那么然后他派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精明能干的战士 一些骑士 自己的亲信 带一大笔钱 去招募什么 招募新兵 新兵是什么人 是长矛手和弓箭手 尤其是这个弓箭手 他们作为长工手去培训 然后一个骑士 一个风筝 通常是带一百名弓箭手 这个是等于是GG部队了 那么在当时的封建结构中 像英国的伯爵 蓝爵 大领主 都要为国家效力 所以他们都要带上 一小队骑兵 这个骑兵就作为爱德华的骑兵部队 然后这帮部队就出发了 出发了 出发的时候呢 他们还指望英王的领地 这个自己的领地啊 当时英王的领地是什么 加斯科列公爵领地 这个领地还出了一些骑兵 重装骑兵 这个重装骑兵应该是法国风格 因为加斯科列在法国 所以这些兵力在跟法王打仗的时候 英王是极其的利用 加斯科列的这些重装骑兵 反正他们法国人打法国人 是吧 你看看 他们是法国装备打法国装备 所以这个战争打得很尴尬的 法国打得果然很郁闷 果然是这样啊 那么而且这个爱德华三世 是比较聪明的人 他比这个斐力六四要聪明 他先去干什么 对吧 打法国嘛 想想看英国人最拿手的是什么 反法联盟 所以他出去带了一大笔钱 去搞外交活动去了 他拿钱去到日耳曼各王宫那边 去进行外交活动 去收买德国人建成反法联盟 果然成功了 被他收买的有巴法利亚公爵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威德巴赫的路易 然后都来支持爱德华 在莱银河下游地区作为代理人 来对付法国 所以1338年英王横渡 英吉利海峡 去跟盟军会面的时候 结果去了探湾 没有吃到晚餐 1339年他和他的军队再次过来 匪逆则调兵遣将 但是双方都没有打 双方都知道都在试探 都在试探 所以1339年到1338年 双方都在进行外交活动 而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的交锋 虽然1337年就宣战了 此后三年基本上没有怎么打 那么到了1339年年底 爱德华三世光扔钱出去 扔到最后他自己都没钱了 最后他连王冠都当 把王冠抵押给一位特里威斯的大主教 然后他跟所有的银行家借钱 当时的银行家有很多 都是像那个圣殿骑士 骑士团一样放借贷 所以英王爱德华三世 跟斐黎四世一样也收拾了不少圣殿骑士 因为他们是财主 一旦英王的钱没有了 日安曼诸侯们的热情就减退了 我就不支持你了 当时候来打的时候 有诸侯是支持法军的 那么第二年终于发生了第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的结果是英国大胜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场海战 你说海战吗 法国跟英国人怎么打 英国海洋国家 这个海战叫斯鲁伊斯海战 这个斯鲁伊斯海战 发生在1340年的6月23日 英格兰大获全盛 从此控制了英吉地海峡 多福尔海峡的制海权 这个是不用想的 这个结果我们都知道 关键是登陆战里敢不敢打 对吧 洛曼里登陆 那么到了1341年 德国皇帝各诸侯跟法军也达成协议 这些诸侯把英王的钱用完之后 又把它给出卖了 大家都是利益嘛 谈来谈去嘛 这个时候爱德华三世的盟友 只有一个人呢 就是弗兰德斯伯爵 所以斐利为了收买德国那些诸侯们 皇帝诸侯们也花了很多的钱 仗到现在没打 双方国库已经掏空了 所以都没钱了 严其息骨 正在双方不想打的时候 又发生一件事 这个事就是 布列塔尼的继承权的问题 布列塔尼公爵的领地 继承权两个人英王支持一个人 法王支持一个人 因为布列塔尼 他实际上是属于诺曼里公爵下面 英王也有说话权 他们是威廉公爵的后代嘛 所以双方得到一个建议 我们不要直接的大规模打仗 各挑三十个人 各挑三十个人之后搞一个决斗 这个方式挺好的 小规模控制人员的伤亡 对吧 谁输了谁就退出 结果英国派三十个勇士 法国派三个勇士 双方PK 这个价打的是蛮漂亮的 但是 最后究竟是哪方获胜 谁也说不清楚 英军说我胜了 法军说我胜了 这样不行 然后双方又开打 规模又扩大 这样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他们两军在布列塔尼开打的时候 斐力率军向加斯科列出发 但是没有获得什么收获 这个时候英王爱德华三世回国调兵遣将 到了1346年夏天 他招了一支部队准备去支援加斯科列公园 因为是他的领地 这支部队后来史学家认为大概有一万人出发的时候 但是令人饶火的时候 这个船刚刚出发的时候就被利风吹到不知道什么地方 他本的目标是去哪里 去法国南部加斯科列 去帮助加斯科列防御法军的主力 但是这支船不听他使唤 歪打正着 最后英王爱德华三世说 他吹到哪我们就到哪里开打 咱不管了 你送到哪里我送到哪里去打 所以7月11日他们的船被吹到洛曼里 也是洛曼里登陆 在洛曼里的拉霍格登陆 20日截掠了繁华的卡昂城 然后有消息传来 斐力在巴黎集结法军主义和盟军主义 有多少人 大概有四到五万人 那就是我们算一下这个双方的兵力差距 爱德华这边是一万人左右 而这边是四到五万人 你要知道在中世纪打仗是要看人数的 因为你排兵布阵 人数也是有死 以少战胜多的战役是有 但是非常少 那要打得非常漂亮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 法军的最后上战场的人数 是英军的五倍左右 那么法王集结这么大的军队的目的是什么 肯定是想把英王一股击退 把他击退 而爱德华这边呢 是九千名士兵 一万不到 他觉得寡不敌众 这个仗不能打 打不过对方人太多 来四胸胸 回去养精序 避其疯茫 他这个策略是对的 但是他回去的时候 忘记一件事 忘记什么事 他回英国要坐船 但是他口袋里的钱扫 没有把那些水手们养够 那水手是雇佣军 雇佣来的 知道吧 海盗 所以那些海员 一看国王没给钱 他们拔腿就跑了 我管你死活了 把他们扔在法国 那么那些海盗们自己开船出去抢了 因为这时候 爱德华傻眼啊 你把我扔在法国 我现在在敌国 我现在就九千个人 对方大军来了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想 怎么想都想 爱德华三世肯定大败 对吧 船也走了 又没有军粮 然后又怎么样 又有重兵来包围 来包饺子 你想这个战还这么大吗 对吧 但是结果却令人意外 我们往下看 那么 他唯一的希望 爱德华想 我得去比利时 我从穆多曼里要穿过法国的北部和西北部 东北部 去比利时 因为弗兰德斯伯就是他的盟军 对吧 我现在 现在法国境内呢 我要集群军过去 是吧 好 那么 那么在 他集群军的路上 他碰到一个问题 法军主力已经截断他的后路了 截断他的前路了 后面是海 登陆上来的嘛 前面是法军主力 所以爱德华不得不应战 在2426日就是1346年7月26日的时候 那么他驻扎在一个小村 这个村叫克雷西村 这就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克雷西战役的发生地 他把他的部队分编成三个方阵 所以这个爱德华是很会打仗的人 每个方程3000个人 那么爱德华三世强占了克雷西森林 百面的山上的有力的制高点 把部队分成三个重队 每个重队3000个人 第一重队和第二重队 都有山村和土丘做隐蔽 而第三次重队作为什么 作为后援部队 然后重队全部下马 用长矛组成坚强的内核 最关键的是他部阵会部在哪里 他把两个重队的弓箭手布置在两翼 两支重队形成部队的前沿 而两翼交叉的是威尔斯长弓手 当时我估算了一下 他这次战役大概带了3000名威尔斯长弓手 正是这3000名威尔斯长弓手 把对方的四五万人全部射完了 射光了 我们看这个仗怎么打的 当爱德华在右翼军 这个后方爬上这个风车顶的时候 他能够看到整个战场的形式 实际上他们在一个小土丘上 在一个这个山脉的小土丘上 小土丘不是丘陵上 不是那个高山 而向下是俯视这个战场的 而法军主力正在朝这个战场过来 他们是占据着有力地形 注意他弓箭手不是排在正前方 是排在两侧 两个侧椅 中间是一个战场的平原 弓箭手是朝这个两侧斜着射 这就是著名的交叉火力网 好了 当爱德华布阵的时候 法军已经离开了索某河 这个索某河就一战时期的索某河 待会儿我也会讲到 索某河战役很有名 而这场战役 正是索某河战役的翻版 不过人话呢 索某河战役是英军被德军当塞子打 这次是法军被英军当塞子打 当时法军急冲冲的从巴黎赶过来 带着四五万大军 法王并不了解英军的行踪 按理来讲你应该派个探子 派个密探 去看一看对方的情况 对吧 就现在派个侦察机出去 你看看对方的布局 你怎么可以打没有准备的仗呢 所以这个法国人才开始的 这几个国王都是脑子都是一片仗糊 从这个斐力六十就开始了 他以为英军正在急速的 向弗兰德斯方向前进 按理来讲应该是向弗兰德斯前进 为什么 因为他没后路了 后路被断掉了 船都走了 是吧 在他的行军过程中 有消息称 敌军通过这个森林到达了森林的摆布 离我们很近 当时斐力还是派人去侦察这个爱德华了 他派出的这个侦察 侦察兵是一个老念的人 他找到了英军助力 而且把英军的方正布局都观察了 告诉法王 他向国王指出 从阿布维尔出发以来 法军一直处于极度的疲倦之中 因为急行军过来 重压 很累 又有盟军 而且我们现在很混乱 而现在又是晚上了 我们现在看不见 夜幕就要降临了 我们最明智的方法是 跟英军保持一段距离 我们设一个防 然后呢 明天白天 战场形势看清楚了 我们再跟他决战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建议 如果采取这个正确的建议 就没有后面的百年战争了 当时 斐力六四也采取了 也听了他的建议 问题是 他下令允许前锋部队 他的弟弟阿朗松伯爵 指挥的部队原地休息 阿朗松接到命令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他已经能看到前面的英军了 他呢 服从了他王兄的命令 命令部队原地休整 但是他后面的部队 还在尽可能往前推进 所以他们的阵型 就被后面的部队撑乱了 秩序大乱 斐力也去战场去看了 斐力当跑到这个 他弟弟阿朗松伯爵的阵地前 一看对面就是英军 他老子糊涂了 当时他已经统一了 一个侦察兵的汇报 不要今天夜里决战 明天早上再打 就没这个事了 他马上就改变他的第一个命令了 他的正确判断已经没有了 他命令法军向英军进攻 所以他的弟弟第一个 阿朗松伯爵的部队第一个进攻 而阿朗松是法军中唯一装备的 投射武器的部队 他们远程部队都没有 只有阿朗松部队有热来亚的鲁兵 这个鲁兵其实装备不多 我算了一下就是这个法军 因为鲁兵很贵 不是他们本国的法军骑士 是要花钱雇的 大概我算了一下四五万的这个法军中 勒兰亚鲁兵也就是七百个 不超过一千个 也就是六七百个七八百个这样的一个数量 这是他们的战略部队 如果鲁兵被打掉 你这个仗是赢不了的 为什么 威尔斯长弓手你知道多厉害 因为法国人不知道 英军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 这就造成了他们这一仗 可想而知的结果 他的布局也出了问题 他的布局让鲁兵在前面攻击 跟威尔斯长弓手对射 他们以为可以跟鲁 跟那个长弓手对射 结果射了才知道 结果是什么 看得到英军的长弓手 他可以射到你 你射不到他 你的鲁的射击射程是比长弓手要短的 这不是完蛋的吗 你说双方在比射箭 我射到他 他射不到我 这个谁赢啊 不要看 而且当时是大规模的射箭 他是逆机杀伤 所以完蛋了 他的布局是完全错误了 而且他命令重骑兵紧随其后 来冲对方的阵地 这个很不幸的是 英军的长弓射程比鲁兵 要远很多 要比这个勒南亚鲁兵要远很多 而且英军是从山上往下射 他是辐射 他们占据了高的地形 好 在这个三千英军的长弓手的这个射击之下 勒南亚鲁兵最后难以交诈 射着射着射着 这边的间接射不出来的 最后全部变成刺猬了 可想而知吧 这就深深的记录了 有歧视精神的阿朗松伯爵 他下令骑兵冲锋 我的个天 这是我想起来挂扎康尔战役 和索莫河战役 他根本就不顾勒南亚鲁兵射不过敌军 而且他也不顾勒南亚鲁兵夹在骑兵与敌军之间 结果当然是一场大乱了 他根本就不会指挥 结果是骑兵鲁兵在第一波上绝望的乱成一团 而英军把他们当靶子射 而且那个密集 你想想三千个人向天空射箭 然后抛物线落在地上 他是一个阵地杀伤 除了你全人都穿着重甲 我们结果可想而知了 阿朗松被打败了 勒南亚鲁兵全军覆没了 你说应该要不要撤了 应该撤了 可是他这个法军 盟军中又有一个老子发热的 老子发热的就是一个拥有歧视精神的人 他是波西米亚国王卢森堡的约翰 他拥有皇家头衔 波西米亚国王 捷克的国王 但他是个瞎子 他是个瞎子就帅了 他受贡于 受贡于这个匪力 法王匪力 但是他 要想 实现他的歧视精神 所以他命令他的部队 向山上冲去 结果就是又遭受到 威尔斯长空手的密集的箭语 很多马皮都被射死了 然后很多骑士也被射成刺猬了 最后只有几个少的可怜的骑兵 突破英国人的箭语 但是冲到英国的那个长弓手面前没用啊 他还有长毛兵保护长弓手啊 所以英军的长毛兵对付骑兵不要太舒服啊 那个长毛是很长的 两三米长的长毛 专门对付中央骑兵的 就通那个刺猬一样 结果冲到面前的骑兵也被通得透心凉 就这么惨 结果当晚 法军确实是体现出不怕死的无微精神 跟瓜达康尔尔的日军 冲勃拉林机枪阵一样 也如同一战 战好的战役中的那种 德军布置的马庆机枪是两侧两翼 战好两翼 然后英军正面冲锋 索某河战役的第一天 英军就因为这个正面冲击德军阵地 被马克进扫倒了六万人 六万人全部死了 这个战役在 六百年前英法联军就打过 不是英法 他们当时不是联军啊 英国和法国就打过这样的战役 可想而知 当时英军的这个场公社的密集监狱 构成了强大的交叉火力网 让绝望的法国人 变成一个一个刺猬 最后的结果就是 当晚法军冲刺了十四五次 而英军打到最后都精疲力尽 凌晨的时候 在清典克雷西战役战场结果的时候 爱德华意识到自己取得了辉煌的身体 法军阵亡大概有三万多人 而英军只阵亡了一百多人 你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阵亡 为什么 你打不到他冲不上来 可想而知吧 是吧 爱德华可能说的这样一句话 幸好我在英国多带了一些剑 是吧 他全用弓箭把对方全射倒 可想而知吧 好了 下面的问题是 法军主力被打败了 法国北部门户大开 爱德华想我怎么来利用这个辉煌的战果 这是个问题啊 我还在敌国境内呢 这些国家的人不认我是国王 我是侵略者 我是占领者 是吧 他们的军队人数又太少 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占领 是吧 这个英王想我们测 边凑边打 他想出了一个合理的办法 我们在海港沿岸 在沿海岸线抢一座城市 作为一个港口 作为长期的补给掌控 所以他 看中的就是加莱 加莱 因为是离英国最近的 法国城市 法国港口 在法国的中美部 作为日后入侵法国的桥头堡 果然加莱 成为他的战略物标 好 那么接下来几个月呢 就是加莱 被爱德华围攻 在围攻的过程中 爱德华发现 他除了基督当地的守军之外 一无所获 所以他 修建了防御工事 封锁了从陆路 到海港的所有道路 但是由于靠海啊 加莱的这个 城内的吉养很充分 但是别忘了 英军有海军啊 对吧 所以海上的补给 也被英国人给掐断了 封锁了海上的盟户 这样呢 几个月之后 加莱就吃不消了 吃不消了就投降了 那么投降的过程之中 其实在投降之前 1347年7月 斐力又集结了一支军队 来解加莱之围 那么他不敢袭击 兼顾攻势里面的英军 8月2日 他要求跟英王单挑 咱们来一对一吧 我们来空地上挑战吧 好不好 英王怎么可能上他的档 所以这个斐力60个智商 当时不如爱德华三世的 爱德华三世比他聪明多了 爱德华三世见好就收 有机会就通你一刀 没机会就跑 这个斐力六四就是一个歧视精神 就是这样一个250 是吧 爱德华三世想 我怎么可能上你的档呢 我出来跟你单挑 没准备一个家伙射 人间射死了 对吧 你们法国历史是这样写的 法王把我干了 是不是 不可能跟你打的 拒绝了 所以斐力一气之下 撤回巴黎撤回巴黎没多久就气死了 到了八月四日 加莱城终于投降了 顶不住了 淡尽两绝 起初爱德华决定屠城 这个在中世纪是经常发生的 围城站到最后是屠城 你们要么投降 投降不屠城 不屠城 那么后来呢 爱德华想屠城时代太过分了 因为要作为基地的对吧 挑选几个人象征意义的把他嚼死 来显示英王的威严 对吧 最后呢 就有几位 这个虔诚的人 主动出来为市民担当 他们愿意被嚼死 但是在王后的恳求下 爱德华最后 干脆免他们一死 这个故事是关于英王仁慈典范的一个故事 但是却迎来了加莱对英王的忠心 怎么忠心法呢 一直到1558年 加莱都是英军坚不可摧的前言真理 就是这个加莱一直就没有被法国收回去 一直在英国手上 1558年一直到亨利二世了 快到波旁王朝了 这个加莱才还给法国 才还给法国 所以在百年战争之中 英军为什么经常把法国打得长驱直路 打得错不及防 因为加莱在他手上啊 是吧 你这个在本土上被敌人放了一个战略要地 放了一个桥头堡 所以就很被动了 这个还不是最倒霉的 最倒霉的是 我刚才提到那位 那个斐利六四 是吧 跟英王单挑眉单挑城 回去之后不久就气死了 活活给气死 气死之后 他的儿子约翰 继位 这个儿子有个绰号叫好人约翰 其实这个绰号是反讽 因为约翰根本就不是好人 比他父亲更愚蠢 更固执 更乐 狂乐于歧视精神 做人做事 喜欢猜忌 常常怀疑 手下对他不忠 意志脆弱 反复无常 独钻专行 蛮横无理 我们要注意 他的性格 酝酿了 法国 接下来的 一败再败 然后败的是 一败涂地啊 真的 这个是 有很大关系的 那所以说 才开始的时候 英国是年胜再胜 胜得无法再胜 法国是年败再败 这还不算最惨的败 马上爱德华三世带来一位新的人物 就是他的儿子 长子 威尔斯青王 他有一个鼎鼎大名的绰号 叫黑太子 所以我们请看下集 黑太子传奇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日落时分 来到大桥上 下面有一个三层游艇 所以我一定要拍一下 这些资本主义 真的是腐朽啊 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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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